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挑战你对加拿大医疗资金的认知 从2005年到2023年,我们将揭示省级医疗支出与联邦转移支付之间的惊人变化 省级医疗支出从862亿加元增至2219亿加元,增长近三倍,这是怎么回事? 联邦政府的医疗转移支付也不甘示弱,从151亿增至471亿加元 这意味着联邦在医疗支出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各省的医疗支出人均数据更是显示出令人瞩目地增长 尤其是纽芬兰和魁北克省的增幅惊人 此外,我们还将探讨教育领域的挑战 特别是沃泰华天主教学校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提升教学质量 而安大略省的新手机使用规则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教师们对执行的清晰度表示担忧 这些问题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对未来医疗和教育政策的深刻思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秋风送爽,沃泰华的天气变得凉爽起来 学生们也纷纷返回校园,开始了新学年的生活 然而,这个学年与以往有所不同 联邦与省级政府对医疗保健的资金投放 以及人工智能和手机使用的新规则 成为了当前热议的话题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学生们的生活 还在整个教育和医疗系统中引发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看联邦与省级政府之间的医疗资金分配情况 在过去的20年里,省级医疗支出和联邦医疗转移支付都显著增加 根据《多伦多星报》报道,2004-05年度省级医疗支出总额为862亿加元 而到了2022恒线23年度,这一数字达到了2,219亿加元 这是一个惊人的增长,反映了各省对医疗服务需求的持续增加 同时,联邦政府的医疗转移支付也从151亿加元增加到471亿加元 显示出联邦政府在医疗支出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这种增长在各省的具体数据中尤为明显 以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和魁北克省为例 这两个省的人均医疗支出增幅最大 分别从3529.91加元和2773.90加元上升到6890.85加元和6638.62加元 这些数据展示了各级政府在医疗领域的巨大投入 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医疗需求的增加 这种趋势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然而,除了医疗投入之外 教育领域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 特别是沃泰华的天主教学校 他们在人工智能的使用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多伦多星报》报导了沃泰华天主教学校董事会 如何为课堂上的人工智能使用铺平道路 并为所有年级开发了新的人工智能指导原则 教育总监汤姆·达米科表示 人工智能几乎是每个学生和每个教师 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一部分 因此其负责任的使用显得尤为重要 这一举措的到了一些专家的高度评价 西安大略大学的首席人工智能官马克代理称赞道 沃泰华天主教学校董事会在人工智能政策上做得非常好 学生们将被允许使用人工智能来帮助开发项目或文章的想法 总结复杂的文件或创建插图 以更生动地呈现他们的学习成果 同时 教师也将利用人工智能来生成教学计划 调整内容以满足学生的具体需求 并对作业进行反馈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将取代传统的学习方式 学习技术顾问朱利安·达赫强调 我们并不打算用人工智能取代式字的基础 如书籍、阅读和写作 人工智能的使用将主要由教师主导 生成性人工智能工具如ChatGPT和Google Gemini 将仅限于13岁或以上的学生使用 达米科表示 我们认为这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但可以让教师更好地与学生建立关系 这将导致更好的学生成绩 人工智能的引入同样伴随着数字素养课程的提升 这些课程强调批判性思维 以帮助学生了解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 如学术作弊、深度伪造、很不正确或误导性信息 西安大略大学教授戴利认为 数字素养课程是学校董事会人工智能教育目标中最重要的方面 这是在为学生准备一个 他们拥有这种非常强大的技术的世界 并且这般随着很大的责任 与此同时 安大列省的学校也在推行新的手机使用规则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根据多伦多星报的报道 从本学年开始 幼儿园到六年级的学生必须将手机设置为静音 并在整个学校日内保持隐藏 七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在课堂时间内静止使用手机 政府表示 只有在教育工作者允许的情况下 或者学生有特殊教育或医疗需求时 才可以使用手机 然而 这些规则的执行面临着挑战 安大略英语天主教教师协会主席 Rene Jensen-Indewald表示 教师们不清楚如果他们没收手机 并在过程中损坏或被盗 会发生什么 或者如果学生对手机被没收做出暴力反应 工作人员应该怎么做 教育部长Joe Dunlap表示 政府已经通过新规则设置了最低标准 并将支持教育工作者和校长采取的行动 这些变革并非仅限于安大略省 加拿大的其他省份如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萨斯卡车温省 也在加强对课堂内手机使用的限制 曼尼托巴省 亚伯达省 魁伟克省和新斯科社省 也已经采取措施限制学校内的手机使用 然而 有些专家如安大略省中学教师联合会主席 Karen Littlewood认为 手机规则不是目前教育中最大的问题 她指出 教育中的更广泛问题如班级规模过大 教室内的教师不合格 无法填补教育职位 缺乏资源和支持才是需要优先解决的 无论是医疗资金的分配 人工智能的引入 还是手机使用的新规则 加拿大各级政府和教育机构 都在努力适应新的挑战和机遇 这些变革不仅影响了学生和教师的日常生活 也在整个社会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随着这些政策的逐步实施 我们将看到他们对加拿大社会的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沃泰华本文将带您深入了解 2005年至2023年间 省级医疗支出与联邦医疗转移支付的情况 这些数据未经通胀调整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总体的省级医疗支出 2004-05年度省级医疗支出总额为862亿加元 而到了2022-23年度这一数字飙升至2219亿加元 这是一个惊人的增长 反映了各省对医疗服务需求的持续增加 接下来是联邦医疗转移支付的情况 2004-05年度 联邦政府的医疗转移支付总额为151亿加元 占总支出的17.5% 到了2022-23年度 这一数字增至471亿加元 占总支出的21.2% 这意味着联邦政府在医疗支出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从2005年至2023年 省级医疗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为5% 而联邦医疗转移支付的年均增长率则达到了7% 这表明联邦政府在这段时间内 加大了对省级医疗系统的支持力度 如果我们按人均来看 2004-05年度联邦医疗转移支付为每人427.23加元 而到了2022-23年度 这一数字增至每人1115.31加元 同样 省级医疗支出的人均数据也显示出显著增长 让我们来看看各省的具体数据 亚伯达省 2005年人均支出为2829.57加元 2023年增至5358.25加元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2005年人均支出为2747.35加元 2023年增至5432.95加元 曼尼托巴省 2005年人均支出为3041.96加元 2023年增至5167.05加元 新布伦瑞克省 2005年人均支出为2444.77加元 2023年人均支出为2547.63加元 2023年增至4967.17加元 2786.78加元 医疗政策和资金分配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一样欺勤梦惑 2004.95年度 可能并没有那么神通并没有那么神通广大 再逐步加大 对全国医疗体系的统一支持力度 这样的资金增长为省级医疗提供了更多的资源 无疑能够有效缓解 新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和魁北克省的人均医疗支出增长幅度 但这些增长并不能完全归功于联邦支付 更多的是省级政府自身努力的结果 联邦政府的支付只是杯水车薪 并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 琪琪 你这比喻真是有意思 好吧 让我们再看看一个事实 从2005年到2023年 联邦医疗转移支付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 这数据显示联邦政府的确在增加对省级医疗系统的投入 如果把这些投入比作是司马懿对司马氏家族的支持 这种持续的支持无疑会让省级医疗体系更加稳固 这也意味着联邦政府在长期战略上有着更大的目标 即通过不断增加的资金支持 来提升整体医疗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天说 你这引经据点可真是司马懿出山的级别 但即便如此 我们也不能忽略省级政府面临的现实困境 省级医疗支出的增长速度比联邦支付更快 这就像是曹操的军队在赤壁之战中被火烧连营 压力同样巨大 联邦政府的资金增长虽然显著 但这些投入远远不够满足省级政府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 省级政府需要的不只是联邦政府的一点点支持 而是更结构性和持续性的资金和政策援助 否则 我们的医疗系统依然会在资源短缺的困境中挣扎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数字解析 联邦与省级医疗资金如何对比 这篇报道给我们展示了2005年至2023年间 加拿大省级与联邦医疗支出的变化 数据未经通胀调整 首先 各省的医疗支出从2004、05年的862亿加元 猛增至2022横线23年的2219亿加元 看起来就像是在数字游戏中按了快净见 这背后其实是医疗需求和人口老龄化的结果 这就好比一家餐厅 越来越多的人来就餐 厨房的开销自然也上去了 再来是联邦医疗转移支付 从2004、05年的151亿加元 增至2022横线23年的471亿加元 联邦政府在这段时间内的平均增长率是7% 明显高于省级政府的5% 这让我联想到一个大哥哥一直给小弟弟零用钱 而小弟弟一直在花 不过这次是为了医疗 确实是值得的 根据人均数据 联邦支付从2004、05年的每人427.23加元增至2022横线23年的每人1115.31加元 看到这些数字不禁让我想起 变形金刚 中的机器人 从小小的汽车变成巨大的战事 真的有点震撼 各省的数据也显示出显著增长 比如亚伯达省和布列滇哥伦比亚省的人均支出几乎翻倍 而魁北克和纽芬兰 与拉布拉多省的增幅最大 看来这些省真的在医疗上投入了很大精力 总的来说 这些数据显示了加拿大在医疗领域的巨大投入 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 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 一个绝佳的教学机会 一个学校董事会计划如何在课堂上使用人工智能 这篇报道让我们看到了沃泰华天主教学校董事会如何将人工智能引入课堂 这个举措可以说是给教育界注入了一记科技强新针 学生们返回学校时 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来解决数学题和创建文章大纲 简直像是给他们配备了数字化的魔法笔 教师们则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教学计划并调整内容 这就像给他们添了一位数字助手 不再需要加班熬夜准备教案 董事会的规划希望在人工智能的伦理使用和数字素养之间取得平衡 这就像在走钢丝需要极大的谨慎 特别是对于幼儿园到六年级的学生 人工智能的使用将主要由教师主导 而生成性人工智能工具如ChatGPT和Google Gemini仅限于13岁或以上的学生 这种安排就像是给了孩子们一个数字安全区 防止他们过早沉迷于科技魔法的全球村 值得一提的是 人工智能不会取代试字的基础 书籍、阅读和写作仍然是学习的基石 这就像提醒我们 在高科技的教具也不能替代黑板上的纳枝粉笔的价值 总的来说 这项举措将让学生们在未来的科技世界中更加游刃有余 也为教师们提供了更多时间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安大略省学校重新开放 手机新规则引发争议 这段报道告诉我们 安大略省学校本周实施的新手机规则激起了不少波澜 新规定要求幼儿园到六年级的学生将手机设置为静音并隐藏 七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在课堂时间内禁止使用手机 这就像是给学校安装了一个安静模式 希望消除一切干扰 然而 教师们对这些规则的执行有不少疑问 例如 如果学生不听话 手机该如何处理 如果手机在没收过程中损坏或丢失 又该怎么办 这些问题让人感到像是在玩一个高难度的复杂游戏 没有明确的操作指南 省政府表示 不遵守规则的学生将被要求将手机放在教室内的安全空间 如果再不听话 将被送到校长办公室 听起来有点像是给违规学生设立了一个时间惩罚区 教师工会担心新的规则会增加教师的负担 尤其是在教师本来就已经忙得像陀螺一样的情况下 批评者认为 教育中更大的问题如班级规模过大 教师短缺和资源不足 这些才是需要优先解决的 这些新规则就像是治标不治本 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非解决问题 总的来说 这些新规则表明政府在推动课堂内文化变革 但也需要更多的支持和明确的指导方针来确保这些规则能真正起到作用 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具体的执行计划 而不仅仅是指上谈兵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